热线12今日关注 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纠纷案件审理情况通报会 吉林逃难 警方破获系列溜车门盗窃案 儿童坠井生命垂危 铁井消防联手救援 四川梁山 悬崖村的脱贫路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潮东 来看今天的热线快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近日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深化刑事审判工作改革 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 好 继续我们的热线快报 近年来随着离婚纠纷案件数量的增加 关于子女抚养费的纠纷也在不断的增多 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该院近三年来审理的 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了通报 2014年郑某与妻子李某离婚 两人协定郑某每月支付给儿子郑小某抚养费一千元 2015年3月19号儿子郑小某面临小生初考试 报名参加了课外辅导班 妻子李某向法院上诉要求提高每月支付的抚养费金额 并分摊郑小某的课外辅导费用 同样是要求支付教育培训费用 但是在另外一起案件中 法院却做出了相反的判决 2014年5月 聂小某将父亲聂某上诉至法院 要求父亲聂某支付自己每年13万8千元的一人培训费用 和1万2千元的人身保险费 但是三中院经审理后认定 一人培训的费用并非国家义务教育之列 也并非必要支出 驳回了聂小某的上诉 同样是培训费用 那么我们要区分的主要是必要性和合理性 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以后 登台演出是不是真正对这个孩子有好处 这个确实是属于不确定性的 大家还是有争议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不以把它认定为必要费用 在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表示 此类案件的审判应始终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当事人也不能以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或者生活负担重等为借口 消极旅行或拒绝旅行 给付抚养费的义务 6月3号 创未来爱同行 中国未来行动战略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该活动以安全同行 天地同行 希望同行三大创新公益项目为主要内容 关注儿童成长 尤其是乡村儿童教育发展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带回的相关报道 为了改善山区儿童教育水平 志愿者支教不稳定等问题 2014年 传梦基金会发起私教工程项目 旨在真正解决拼远山村教育资源 短缺的现实问题 整合更好的教育资源给到乡村的学校 现在我们直接受益孩子是 去年年底的数据是3800多个 9月1号开始 我们又重新再开十所 为了推动私教工程项目发展 6月3号 传梦基金会联合爱新企业 在京共同发起了天地同行等创新公益项目 全面关注儿童安全教育等问题 爱新企业不仅将捐建无所希望小学 纳入私教工程 还将联合传梦基金会 开展归月两地的亲子团聚之旅 以夏令营的形式 开拓留守儿童事业的同时 让他们享受难得的团聚时光 近日加入吉林的寇女士 发现自己放在车上的包不见了 可是自己的车窗门并没有遭到破坏 那么这究竟这包是怎么丢的呢 2017年5月12号 吉林省桃南市公安局接到报案 报案人称 她放在车内的物品被盗了 出去吃饭吃完饭以后上车就发现 手扣打开了 然后车里边的包就没有了 受害人包内有金银首饰 及苹果手机 现金等供给价值4万余元的物品 民警勘察发现 车辆门窗都没有破损的痕迹 于是民警调去监控录像 寻找线索 根据视频中犯罪嫌疑人的特点 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蔡某 2017年5月16号 并在蔡某的家中 搜出包括扣女士丢失物品在内的 各类香包 手机 金银首饰等被盗物品 价值共计10万余元 从今年4月份起 仅桃南警方就接到此类报案10余起 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 尝试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 车内尽量不要留有贵重物品 以及大量的钱财 下车之后 包括车窗 包括车门 一定要检查是不是正常避暑 以免给这嫌疑人有可乘之机 在这提醒大家 对于那些有经验的罐头来说 即使你把门窗都已经锁得严严实实的 但是它也能够在不破坏门窗的情况下 把车内的物品洗劫一空 还别说你根本就没锁车了 好 继续我们的下一条 前不久 在上海金山区 一名司机在倒车的时候 不小心把油门当成了刹车 他这一脚下去 旁边骑车的路人 那可是遭了大殃了 监控显示 当天上午八点多 一辆红色轿车正在停车 一不小心 车身擦到了旁边的石吨 而在司机试图倒车时 突然车像失控一样窜了出去 将骑车经过的郑先生 连人带车撞倒在地 当时他一车速穿出来的时候 停在那里穿出来的时候 估计有四五十码的车速了 那等于是油门才到底的 郑先生告诉记者 轿车直到撞上了飞机动车 隔离栏才停下 之后司机又是一脚油门 将车再次开上了路间 撞向十吨 直到发动机冒烟才熄火 经医院检查 郑先生的左肩弓骨骨折 需要休息数月 交警赶到现场后 经过初步调查 司机并不存在独驾和酒驾行为 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 开车时 应养成只要抬起油门 就把右脚移到刹车踏板上的习惯 这样可以避免紧急情况下 误把油门当刹车的情况 到车时也要沉着冷静 尽量放满车速 以避免发生事故 日前山东省维方市公安局 滨海分局接到报警称 有人利用所谓的兼职刷单 和退款服务进行诈骗 之后警方一举打掉了四个作案窝点 2017年3月 山东省维方市公安局 滨海分局接到报警 滨海局一女子 在网上做兼职刷单工作时 被骗四万余元 随后她在要求退款时 又被克服诈骗六万余元 经梳理研判和外围侦查 警方掌握了退款客服的所在地 为山东省林仪市蓝山区 通过布控 警方成功将假冒退款客服的 福建全州级犯罪嫌疑人蔡某抓获 并一举打掉四个作案窝点 并将犯罪团伙其他八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随后警方又根据蔡某等人供述 在山东围方陕西西安等地 将涉嫌刷单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林某 周某陈某等人抓获 追回赃款赃物三百余万元 目前蔡某等十一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四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加州黑龙江的杨先生 想办理银行贷款 但一想到需要准备很多的材料 他就感觉到有点发怵 而这个时候 微信朋友圈里的一条信息 让他看到了一条贷款的便捷之路 然而这条路真的能走吗 杨先生的一条朋友圈信息上写着 专业办理贷款 不用本人前往银行 流程简单 只要交些手续费 就能轻松贷到十万元 着急用钱的杨先生 没多想 就开始和对方沟通贷款事宜 对方称 只要杨先生提供自己的电话号码 和身份证号 就能直接办理十万元的贷款 并保证是到银行进行签单 而手续费仅仅需要三百元 有中国工商银行贷款 完了就想问他询问一下 说怎么贷款 他就说先投资 先让他打过去三百块钱的费用 陆续的就是说 给办理这个贷款 为了尽快拿到贷款 杨先生立即通过微信向对方转账 随后 对方让杨先生到指定的银行等消息 到达银行后 对方告诉杨先生 贷款手续已经审批了 但还需要再缴纳一部分费用 由于急于用钱 杨先生再次向对方转了一千多元的手续费 然而对方从此没了音讯 此时杨先生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马上报了警 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 经审讯 王某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建筑工人 他发现很多人在着急用钱时 根本不在乎手续费 所以他海量添加了微信好友 广发贷款信息 在朋友圈寻找作案目标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前不久重庆福林警方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路边停着一辆车头破损 非常严重的面包车 车内残留着一些血迹 但是却没有见到伤者 而更让民警感觉到蹊跷的是 这段时间内并没有接到任何的报警电话 那驾驶员到底去哪了呢 事发当天凌晨 重庆福林警方在巡逻时 发现路边一个大树下停着一辆面包车 车头破损严重 挡风玻璃被撞出了两个大窟窿 方向盘和座位上还残留着斑斑血迹 有次推断呢 车上的驾驶人员受伤肯定也很严重 但是他们却没有向我们公安机关报案 那么他们人到哪去了 是否还存在救护驾驶的嫌疑 带着疑问 民警在附近展开了走访调查 这时一名清洁工人向民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有一辆中心医院的救护车经过了附近 由此我们推断伤症在事故发生以后 就拨打了12079电话 经查询民警在福林医院发现了满身酒气 面部受伤正在接受治疗的中某 随后民警找到了同车的周某 据周某指认 事发时就是周某驾驶的面包车 对于同车周某的指认 周某拾口否认 并声称自己当时喝醉了酒 不记得驾驶员是谁 不过在大量证据面前 周某最后承认了自己就是肇事驾驶员 经过我们对周某进行酒精检测 他血终的酒精含量超过了200毫克 每百毫升 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压实罪 目前周某已被警方取保候审 此案还在进一步证办中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 天津铁路公安处 轮合站派出所民警在巡逻的时候 有一个中年的女子急匆匆的拦停了警车 并说她的外孙子调进了警里 请求帮忙救人 经初步了解 儿童坠入的是已经废弃的枯井 有十多米深 从井口往下看 无法看到孩子 民警尝试了多种方法 均未成功 现场情况十分危险 民警立即拨打119 请求消防员帮助 并开展前期救援工作 消防员到达现场以后 紧急商量救援方案 经过勘查 现场土质疏松 井口狭小 不适合使用机械救援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 消防队员采用 绳结缓慢上移的方法 进行救援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努力 坠井的儿童 终于被拉出来了 民警迅速将儿童 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经检查 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随后 民警将其安全送回家中 好 来看今天的寻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需要寻找的人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官方微信和我们联系 家人寻找朱国梁 朱国梁 男 1986年3月9日出生 1989年1月17日 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城关 建国路附近失踪 失踪时上身穿绿毛衣 下身穿军绿色裤子 体貌特征 一个发旋有酒窝 知情者请联系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家带群QQ号码 1840533 寻找亲人 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裁写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 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来看今天的热线故事 这张照片 我想对于大家来说 并不陌生 这就是曾经受到过 习近平总书记关注的 四川梁山州的一个贫困村 阿土利尔村 那村民进出啊 靠的都是这条藤梯 而现在这条充满了危险的藤梯 已经变成了钢梯 其实啊 变化还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些 那到底有哪些呢 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带您去看看 总书记牵挂的悬崖村 一条藤梯连接着山上山下 见证着悬崖村的生活 有困难的时候 一天踏两三次四五次都有 山高路远 信息闭塞 悬崖上的他们 该如何脱贫致富 四川梁山 悬崖村的脱贫路 热线十二 即将播出 阿图利尔村 位于四川省梁山州昭厥县 全村九十八户常住人口中 有七十六户 三百五十八人 生活在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悬崖之上 被人们称为悬崖村 之前村民们上下悬崖村 要走四公里的山路 而这四公里的山路中 有一半是木头 藤条 搭建的藤梯 另一半 则是只能放下半个脚掌的悬崖峭壁 在悬崖村的村民当中 年富力强的人下一趟山 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 上山则需要两个多小时 老人们在悬崖上生活久了 可以不用下山 但孩子们需要到悬崖下的村小学去上课 这条艰难的上学路 成了许多家长的牵挂 阿图利尔村小学在悬崖下的公路旁 这里地势平均又可以通车 所以成为了村小学的建设地 因为交通不便 山上的孩子上十天课放五天假 但是孩子们每月两次往返山上山下 都要有几名家长陪同 孩子们上下一次悬崖村大概需要七个小时 时间久倒也还能接受 可是行走在悬崖村的腾梯上 一不留心就会纵命 据当地政府统计 大概已经有十多人 在攀爬腾梯的过程中遇难 腾梯让村民的出行时刻充满着危险 也阻断了这里人们的脱贫之路 2016年的夏天 在当地政府的统筹之下 一条新的登山之路开始修建 那这条新修的路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再去体验一下 悬崖村位于大梁山腹地 脚下是美孤河 旁边是大峡谷 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 一直是悬崖村扶贫攻坚 所面对的主要问题 2016年8月 州县两级政府统筹资金100万元 为悬崖村修建了登山钢梯 钢梯的落成 极大的方便了悬崖村村民的生活 对于他们来说 钢梯就是登山的高速路 不久前 我们的记者已来到了阿图列尔村 亲自体验了这条新的登山之路 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这个钢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钢梯的角度 其实已经非常陡峭了 大概应该是已经达到了将近是 70多度的一个陡坡 这样一个程度 但是在整个天梯结构里来说 这还不算是最陡峭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钢梯的结构 因为它是一个钢结构的建筑 所以它可能这个韧性比较好 而在山上 特别是在这个峭壁上建造这样的钢梯呢 因为风非常大 风一吹 整个钢梯就有一种摇摇晃晃的感觉 也是非常恐怖的 新的登山路上 老乡们在忙碌地运输着各种商品 因为新的钢梯更稳固也更安全 村民们可以携带数十斤重的物资 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垂直距离有一千多米 一公里多 一公里其实不高 其实直线距离不高 海拔垂直都不高 这是第一个平台 第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往后走 还有两个平台 最后才上去 相当于咱们现在只走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应该还不到 不到 只有五分之一的大概这个情况 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 攀爬新的天梯也不容易 老乡们站在钢梯上 可以保持身体平衡 用手多拿一些物资 而我们则需要手脚并用 缓慢地向上爬行 背后是强力的阳光执照 脚下是深不可测的万丈悬崖 攀爬一个小时后 手就磨出了血 现在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 大概只爬了将近有三分之一 已经是汗流加倍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手套上 就是只爬了三分之一 整个手套上已经沾满这种袖剂 还有这个刮伤之后流下的血剂 在上山的路上 老乡们给我们播放了这段小视频 视频里的村民叫莫瑟拉伯 只有十几岁 和乡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 在他眼里 这条钢梯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 走惯了藤梯的他们 在这条钢梯上 可以轻松地表演特技 经过了近四个小时的攀爬 我们终于登上了阿土利尔村 也就是悬崖村 可以看到在整个阿土利尔村 所有的村庄的房屋 都是分布在整个山坡上 分散点缀在山坡的各个区间内 整个土地看起来还是比较贫瘠的 但是据当地村民介绍 整个阿土利尔村的 这个土地的肥沃程度 也是整个梁山地区相对比较好 日照比较充足 所以大家也不愿意离开 自己生活很久的这片土地 人们常说要想赴先修路 社会发展到今天 这个路就不单单是指运输之路了 还有信息之路 在四川移动的帮助之下 悬崖村就正在开通这条信息之路 村民的生活又会发生 什么样的改变呢 钢梯的落成 极大的方便了村民的出行 但是不改变悬崖村信息闭塞的状况 村民们很难与外界取得联系 也无法打开致富的思路 为了实现信息精准扶贫 2016年中国移动投入资金10亿元 为四川三州等贫困地区 加强通信建设 2016年5月 四川移动决心帮助悬崖村 实现四季网络全覆盖 开始为悬崖村全址建设 四季网络基站 工人们开始走上了悬崖村 因为我是出生在梁山嘛 应该道理说 我对平时已走了很多山路 但是第一次上去的时候 感觉还是那种 有点像攀岩的方式上去了 感觉还是存不尽心的 刚刚开始悬址施工时 悬崖村还没有修成钢梯 工人们每天要上下一次悬崖村 为了找到合适的地点 施工勘测队还需要走本地人 都认为无法通行的路段 这段经历让施少勇记忆犹新 我们悬址的时候 我们走的路不光是这一条 我们走过很多条 这一条和我们走过的路 相比的话已经是很好走的一条 但是四天时间里 八次上下悬崖村 得出的结果 却是悬崖村并不适合建设 网络基站 是这样的 因为悬崖村那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 不同路 然后电也是二不二的 就是不满足我们这个建设的条件 为了能够找到合适的施工地点 工人们又将周边的悬崖山地 转了个遍 最终他们选择将基站建在海拔2330米的沙马普尔村山上 这里海拔高既能保证信号输送 又能满足地面施工要求 但是在这座山峰上施工却面临着同一个问题 没有路就只能徒手搬运 人扛马拉 在经过六个多月的施工后 四季信号终于进入了悬崖村 四季信号覆盖了 村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和亲人朋友们联系了 四季信号的进入彻底改变了村民们的沟通方式 老乡们跟亲人打电话 不需要再跑到悬崖边上 想知道孩子上学的情况 在家里直接给村小学打上一个电话 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使用各种手机软件 老乡的同学朋友 这是我们的老乡 这是我们的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书记的二子 今年三月份四川移动有江悬崖村 纳入了电信普遍服务项目 在前期实现四季信号全覆盖的基础上 在悬崖村开展了宽带网络建设 因为手机信号它可以在三对面 三对面建 相对来说选址要好选一些 然后宽带的话 光蓝必须要建上去 然后你还有逆杆 你昨天去看我们那个电杆都不是普通的水泥杆和木电杆 都是特殊改造过的 就用电杆分成两机 然后搬运上去以后再组装 在攀登悬崖村的路上 宽带网络施工队的工人们依然在忙碌着 在宽带网络建设完成后 他们依然需要每周至少上下悬崖村一次 对宽带网络设备进行检修 或是解决村民们在使用宽带网络时遇到的各种问题 4G网络和宽带网络 网络的开通 让昔日里与世隔绝的悬崖村 真正走上了信息高速路 而最先感受到这种改变的 就是阿图利尔村小学里的孩子们 如今在他们的课堂里实现了网络远程教育 外面的世界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 点一下就能搜索一下就能搜索到我们的课文 然后还给我们补充课外的知识 外面的世界我们不知道的知识 比如说其他学校一些优质课堂 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这边视频上播放的 阿图利尔村卫生室就在小学的旁边 过去因为悬崖上不具备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 生了病就要从悬崖上下来 如今村民们不再需要下山了 给卫生室的医生海来吉吉打一个电话就能得到帮助 如果遇到严重的病情 海来吉吉还可以利用手机客户端 向华西医院的医生远程求助 悬崖村上日照条件好 土地肥物 水源充足 核桃土豆青椒等作物产量丰富 网络开通后 村民们开始尝试利用网络销售悬崖村的土特产 原本并不值钱的农副产品 在网上价格翻了一番 我们全是的环境不一样的 有四季的网络 卖得出去的 就从网上卖 原来没有四季的时候卖得出去吗 原来是四季的买卖 但是卖得出去 但是价格不贵的 现在价格假了 利用网络和电商平台进行特产销售 这让悬崖村改变了生活资料自产自销的经济模式 也使得悬崖村的地理区位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村民们不再担着滞销的风险 辛辛苦苦地把特产背到城里去买 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后 他们只需要把特产送到村下的移动服务网点 快递公司就会把货物发往全国各地 现在基本上都是青花椒 这个核桃土豆 还有这个雷波的其成都卖得特好 在网络上面现在销售的特好 现在这个是招决特色洋语 就是土豆 土豆 市面上现在我们拿去卖最多卖个一块钱 现在我们在平台上面卖三元都已经抢光了 信息高速路在改变了悬崖村 网络使新鲜事物不断地走进这里 也使悬崖村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目前已经有旅游公司看中了悬崖村的旅游资源 决定对这里进行保护性开发 如今的悬崖村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闭塞的小村落 这里既修通了登山之路 又修通了信息高速路 村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脱贫致富的信心也更足了 社会方面是特别好 以后是我们前车顾上好日子的 顾上好发指的 顾上好习惯的 机车好飞机的 好下面我们要连线本栏目的特别评论员张雪松 雪松你好 你好潮东 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央视记者还到当地又进行了一个探访 结果发现新的右教点还有新的教学楼都在建设当中 看到这么大的变化 那么想听听雪松你现在的感想是什么 其实所谓的贫困真正并不在于物质的匮乏 或者是交通的不便 我觉得最重要还在于什么呢 思想的贫乏 在于教育的缺失 在于文化的不振 那么更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祖上贫困 那么世时代代祖祖孙孙都贫困 而且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这就造成了一种贫困的代际转移 那么这里个说到根子不仅仅是发展 还是在于教育 所以呢 我觉得当地做了两件好事 第一件呢就是把这个藤梯变成了钢梯 保证了人身安全 一条命都不能丢 那么第二件好事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潮东你说的 就是在当地的建立这个右教点 让每一个孩子至少获得了跟别的孩子 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可能 让每一个人都不能掉队 所以说这是善莫大业 对 应该说悬崖村的这个变化 让我们感觉到由衷的欣慰 原来这个信息闭塞的悬崖村 如今呢 已经是四季网络全覆盖 而且呢 悬崖村还在积极的规划旅游产业 有望进一步的来挖掘自身的资源优势 那这样一来呢 就真的将自己的劣势 转变成了优势和特色 可以说村民致富的梦想 在一点一点的放大 那除了这些雪崇 你给建议一下 这些村民们 如果想达到那种理想的状态 还需要得到哪些帮助呢 我觉得对他们的村民来说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不光要会吃鱼 还要会捕鱼 不光你要会修路 你还会必须要懂得这个致富之路 因为什么呢 因为政策的红利不可能永远小用 而且的扶贫款 所有的捐赠款也不可能省之不竭 总有用完的这一天 那么对当地村民来说 剩下的怎么办 剩下的应该怎么去扩展 怎么去延续 所以我觉得提升自己的事业 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平 提高自己整个的谋生和职业的本领 这点就特别的重要 总有一点一定要留下来 所以这是未来的发展之路 对 实际上在我心目中呢 一直对这个农村啊 有非常深厚的情节 因为小的时候 我就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 我们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区别 不是在生活水平上 而仅仅是生活方式上 也就是说 你愿意选择在城市 OK 城里或者说农村也可以 它的生活水平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你觉得我们离这一天还有多远 离这一天其实很近 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 最重要还是在于我们的一个素质 和怎么去认识 比如说阿图利尔村 那么当地给它开了很多的办法 比如说依靠当地的民族风情 依靠你高山险峻 发展很多的旅游产业 但是旅游产业来了 会不会把房地给用节 给花完花光 这还是要看当地村民 你怎么去抵御 怎么去建自己的文化的素养 怎么去扩大自己的事业和水平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扶贫 对 扶贫不仅仅是需要决心 更需要的是思路和稳扎稳打的十招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节目再会 老太太暴王家中 谁会入室抢劫又杀人 老太太兔不搭劫 有学生 重要物证失而复得 究竟谁在撒谎 这些缆件 我从已经三十多年来 走到的一切 不说什么事的 四十多年前的秘密被揭开 究竟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山东宜南 老人深夜家中遇害 谎言背后另有真相 热线十二明日播出